这笑容里,似乎藏着千言万语,有祝福,有尴尬,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舍,网友们开始调侃,前夫哥,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旧时光啊?表情包大战,梁永奇的笑容火了,这一笑,不仅让梁永奇的表情包在网络上疯传,还引发了一场表情包创作大赛,网友们纷纷截图,辟图,让前夫哥的笑容成为了新的网络热梗,大家纷纷表示,梁永奇这一笑, 这一笑,简直是这场风波的最佳配角,CP粉的狂欢,锁了这对CP,王兴月和吴锦岩的甜蜜互动,让CP粉们激动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这对CP我站定了,希望他们真的能在一起,更有粉丝立下豪言壮语,如果他们真的成了,我就实刷墨语云间,温馨背后的共鸣,在娱乐圈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里,这样简单而真挚的关心显得格外珍贵, 有人想起了唐烟和罗靖之前也有类似的甜蜜瞬间,感叹这样的画面总能给人带来温暖和快乐,的确,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样的小确幸值得我们珍惜和回味, 这档节目以其独特的互动方式和明星嘉宾的真诚表现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至于王兴月和吴锦言在墨语云间中的具体角色和剧情发展如何,那就需要大家亲自去剧中寻找答案了,而关于前夫哥梁永奇的过往故事和为何会获得这个称号,那更是充满了神秘和期待呢。 最后我想说,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每一个角落都可能发生温馨的故事,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感动和温暖,继续传递爱与正能量吧。 吴锦言,这个名字你或许不陌生,它就是《言喜攻略》中那位机智过人的魏英洛,演技爆棚,让人印象深刻。 而王兴月,这位从周生如故中走出的翩翩公子,颜值爆表,一笑倾城,不知俘获了多少少女的心,这两位站在一起,简直就是颜值与才华的双重暴击,让人忍不住高呼CP感爆棚。 但别急着喊在一起,我们先来聊聊他们之间的那些小火花,记得那次颁奖典礼上,王兴月看到吴锦言裙摆微乱,立刻化身暖男,弯腰帮忙整理,那眼神里的温柔,简直能甜到酷,更别提那不经意间的脚碰脚,两人愣神厚的相视一笑,简直就是甜蜜暴击。 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在拍偶像剧的现场版,说到细节,这可是,检验真情的是今时,两人私下聚餐的照片,虽然有旁人在场,但那默契与亲密,仿佛是磁场相惜,让人不禁想入非非,王兴月微博上偶尔晒出的照片,背景里总能捕捉到吴锦言的身影,这种暗送秋波的秀恩爱,简直比官宣还要甜。 不过,也有人怀疑,这是不是新剧宣传的套路,毕竟,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明星们为了热度,什么招数都能使出来,但如果真的只是逢场作戏,那他们的演技也太炸裂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那么自然,完全看不出一丝刻意。 娱乐圈,一个充满诱惑与算计的大染纲,但真情依旧存在,吴锦言和王兴月,或许现在只是好机友,但未来会不会擦出爱情的火花,谁又知道呢? 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愿意放慢脚步的人,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粉丝们的狂欢与猜测,也是这场大戏的一部分,自从幸运CP的概念被提出,粉丝们就炸锅了,有人高举CP大旗,在微博上刷话题,剪视频,写同人文,也有人持观望态度,觉得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当然,还有那么一小撮人,则是坚定地站在反对立场,认为他们只是同事关系而已,但不管粉丝们怎么吵吵闹闹,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吴锦言和王兴月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 已经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他们就像两颗璀璨的星星,在娱乐圈中熠熠生辉,相互照耀,所以啊,朋友们,咱们就静观其变,说不定哪天,他们就真的官宣了呢。 到时候,咱们在一起欢呼雀跃,一起庆祝也不迟,毕竟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娱乐圈里,能够遇到一份真挚的情感,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应该珍惜眼前人,珍惜那些美好的瞬间和回忆, 因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能够留下一些温暖人心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在娱乐圈中,人气和争议总是相伴而生,最近,王兴月这个名字频频登上热搜,从改年龄到恋情绯闻,各种谣言四起。 然而,王兴月工作室迅速出击,一口气辟谣,展现了明星面对谣言的果断和决心。 王兴月,一个凭借颜值和才华迅速走红的年轻演员,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备受瞩目,但随着人气的攀升,各种无端的猜测和谣言也随之而来。 最近,有关他改年龄和恋情的绯闻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网友们纷纷用吃瓜来形容自己围观的态度,而人红是非多也成为了描述这一现象的热门词汇。 面对这些谣言,王兴月工作室没有选择沉默,而是迅速发布声明,一一驳斥,他们用真相只有一个的态度,为王兴月证明,这种迅速而有力的辟谣行动,让人想起了网络上的打脸梗,工作室的声明无疑是对谣言制造者的有力回击。 在声明中,工作室明确表示,王兴月的年龄从未改变,所有的个人信息都是真实可靠的。 而对于恋情绯闻,工作室也给出了明确的回应,王兴月目前专注于事业发展,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个人感情问题。 这种回应,不仅澄清了事实,也展现了王兴月对事业的专注和敬业精神。 此外,工作室还呼吁大家不要轻信网络谣言,要用理性的态度去看待问题,这种呼吁,让人想起了网络上的理性吃瓜,希望大家在享受娱乐圈带来的娱乐的同时,也能保持理性和判断力。 随着辟谣声明的发布,网友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许多人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意识到了谣言的危害。 另外,有人用谣言止于智者来形容这一现象,也有人表示,我们应该支持王兴月,而不是被谣言所左右。 王兴月的这次风波,不仅仅是一个明星面对谣言的个案,更是对整个娱乐圈风气的一次反思,在人红是非多的娱乐圈中,如何保持理性,如何辨别真伪,成为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让我们期待。 王兴月能够在未来的演绎道路上,继续用她的作品说话,用她的才华证明自己,同时,也让我们期待,娱乐圈能够变得更加健康和和谐,让每一个努力的人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 在王兴月工作室的辟谣声明发布后,网络上的舆论风向开始逐渐转变。 原本围观的网友们开始意识到,谣言的传播不仅对当事人造成了伤害,也破坏了网络环境的和谐,一些网友开始自发地转发工作室的声明,用真相大白来形容这一转变,而辟谣大作战也成了新的网络热词。 王兴月本人在经历了这场风波后,去年,王兴月和周也主演的《未有暗香来》让她一跃成为新生代陆剧男神,而她的演技在《宁安如梦》中也获得了观众的赞赏。 今年初,她再再暴雪十分钟的反差演技更是赢得了一片好评,然而,王兴月的人气并未因近期的黑料而受影响,反而在经纪人余正的力挺下,人气一路飙升。 近日,她与吴锦言主演的古装剧《墨语云间》自播出以来就备受好评,两人在剧中的表现更是让人津津乐道,而在综艺节目《你好星期六》的预告中,王兴月与吴锦言零距离相拥,心跳飙迫142,让全网为之暴动。 尽管王兴月今年22岁,而吴锦言33岁,两人相差11岁,但她们在《墨语云间》中的表现却让人完全忽略了年龄差距,她们饰演的角色薛芳飞和萧衡,一个是为了复仇不惜一切代价的女主角,一个是深情守护对方的全臣。 两人的化学反应让人直呼甜到酷,在《你好星期六》的预告中,两人的亲密动作更是让现场观众惊叫连连,王兴月霸道地还住吴锦言的先腰,两人呼吸交缠,场面一度甜度爆棚,不仅如此,她们还大碗脸,贴脸传递乒乓球,用嘴巴传递玫瑰花等游戏,让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网友们对王兴月和吴锦言的二大新剧充满了期待。 于正曾透露过想让两人再次合作,上演一段民国虐恋剧,网友们对此剧情充满期待,认为两人的演技势必会擦出更多的火花。 而于正过去制作的民国戏传家和戴波新剧《暗影侦探》中的造型,也让人们对他们的新剧充满期待。 此外,还有传言称,古装新剧《西河传》也找上了王兴月和吴锦言。 两人将饰演王国公主与敌国少年将军的揪心虐恋,这部剧改编自林春君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段复杂的爱恨情仇,无论是民国虐恋还是古装虐恋。 王兴月和吴锦言的二搭都让网友们相当期待,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中,王兴月和吴锦言的合作无疑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他们的演技、颜值以及两人之间的化学反应,都让人对他们的未来作品充满期待,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新作品,看看这对跨龄CP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吧。 在你好星期六的舞台上,王兴月和吴锦言的亲密互动让观众们仿佛看到了他们在剧中的延续,网友们纷纷调侃,这不是节目,这是大型洒堂现场。 两人的每一次眼神交流,每一次肢体接触,都让人心跳加速,仿佛在说,这对CP,我站定了。 王兴月的心跳,雕破142,这不仅仅是生理反应,更使他对吴锦言的深情流露,网友们戏称,这心跳,比过山车还刺激。 而吴锦言的回应,那一抹微笑,仿佛在说,少年,你的心,我懂。 两人的合作,不仅仅是在荧幕上,网友们对王兴月和吴锦言的二大新剧的期待,已经从荧幕延伸到了现实,于正透露的民国虐恋剧情,让网友们激动不已,这剧情,比电视剧还电视剧。 而《西河传》中的《王国公主与敌国将军》的故事,更是让人期待,这虐恋,比小说还小说。 网友们对这对CP的热情,已经从单纯的喜欢,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新言文化,网友们用各种梗和热词来表达对他们的喜爱。 然而,王兴月和吴锦言的合作,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他们的年龄差距,虽然在剧中被演技所掩盖,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成为了一些人讨论的焦点。 但正如网友们所说,真爱无界限,年龄不是问题。 他们的合作,证明了演技的力量,也证明了真爱的力量。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娱乐圈中,王兴月和吴锦言的合作,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人们的心灵。 他们的甜蜜化学反应,不仅仅是在剧中,更是在现实生活中,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新作品。 看看这对跨铃,CP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和感动。 随着你好星期六的预告播出,王兴月和吴锦言的每一次互动都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焦点。 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仿佛是一颗颗甜蜜的糖果,让人忍不住一颗接一颗的品尝。 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这CP感,简直比蜜糖还要甜。 王兴月和吴锦言,你们这是在拍剧还是在撒狗粮? 这些评论中充满了对两人合作的期待和喜爱,也反映出了他们之间那不言而喻的默契。 在节目的游戏环节中,两人的亲密无间更是让观众们大呼过瘾。 王兴月的霸道还腰,吴锦言的羞涩一笑,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戏剧性,仿佛是现实生活中的偶像剧情节,网友们不禁调侃。 这节目,不就是大型的星眼偶像剧现场吗? 而两人在墨语云间中的表现,也让人对他们的演技赞不绝口,王兴月的深情守护,吴锦言的坚强不屈,他们的角色塑造得淋漓尽致,让人完全沉浸在剧情之中。 网友们纷纷表示,这演技,简直让人忘记了呼吸。 对于两人即将二搭的新剧,网友们的期待值已经爆表,无论是民国虐恋剧,还是古装新剧《西河传》,网友们都表示,只要是王兴月和吴锦言的合作,就算是虐新剧情,我们也愿意追。 然而,也有网友对两人的年龄差距表示担忧,11岁的年龄差。 真的能演出CP感吗? 但更多的网友则反驳,在演技面前,年龄根本不是问题。 王兴月和吴锦言已经用他们的表现证明了一切。 王兴月和吴锦言的合作无疑是一股清流,他们用自己出色的演技和甜蜜的化学反应,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新作品。 看看这对跨龄CP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和感动。